高通骁龙SoC配上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 这件事在电脑界十分罕见 大多数电脑搭载Intel或者AMD处理器 它们都是X86架构的 而高通骁龙的ARM架构在电脑领域里是一个偏小众的架构 我上次测到ARM架构的Windows电脑还是微软的Surface Pro X呢 客观地说那台电脑除了不好用各方面都挺好的 如今两年过去了 华为WitBook Ego再次搭载高通芯片 这次的Win加ARM实测表现如何呢? 到底能在哪些领域发光发热呢?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一下 测试之前还是得照例过一遍配置 我们拿到的这台是华为MateBook Ego的性能版 它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CX第三代计算平台 采用了ARM V8架构 拥有4个Cortex-X1加上4个Cortex-A78 没有小核心 Intel和AMD的CPU型号念多了 突然介绍高通芯片还是有些不习惯 除此之外 它还搭载了16G LPDDR4X内存 以及512GB的PCIe 3.0固态硬盘 型号读不出来 屏幕很有意思啊 12.35英寸 这个尺寸还是第一次接触 面板规格很高 但要注意这是性能版才有的屏幕 素质比标准版更好 电池容量不大 但是机身又薄又小 不到50Wh也是意料之中了 但看机身本体的话 便携性还是非常强的 加上键盘和支架之后 就是一台传统轻薄本的重量 需要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本次测评的是MateBook Ego性能版 它的配置与标准版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不仅是CPU 网络屏幕等配置也都不同 所以价格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配置价格 再加上这个外观 大家对MateBook Ego的第一印象如何呢? 它的中框采用了铝合金 背部材质是微溶玻璃纤维 配色比较新潮 血浴白的机身配上英语粉的键盘 个人认为挺适合女生的 当然也适合真正的猛男 比如在座的各位 不过这个接口数量在Windows电脑里属实不够看 只有两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和3.5mm的耳麦口 有更多需求的话还是另购扩展屋吧 对于Winja Arm的二合一电脑 咱们首先得搞明白一件事儿 它到底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我们运行了各种各样的软件 包括常见的微信、QQ、网易云 以及各类工作会预见的场景 比如文员、财务会计、在线会议、简单的影视制作 工科、社科、数学建模、编程、远程控制 以及一些日常娱乐类软件 当然也包括我们测评用的软件 需要注意的是 这次我没有选择那些对硬件要求很高的软件 比如说3D建模这种重型软件 如果没选到你使用的软件 那大概是我见识浅薄 还请见谅 这次应用分析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里面也有你需要用到的软件 或者能帮你了解MateBook和Ego是否适合你 那还请给我们来个一键三连鼓励一下 谢谢 说实话 我是真的没想到 Winja Arm发展了这么多年 原生支持的软件依旧很少 但幸好现在64位的X86程序可以转易使用了 所以诸如微信、QQ、视频会议、CAD、QQ游戏 这些都可以流畅运行 配合原生支持的Office 3000套 普通水平的办公、沟通、娱乐都是没问题的 讲真 这比我想象中强多了 还记得当年测Surface Pro X的时候可把我折磨得够呛 如今支持64位一切都好起来了 其次就是编程 说实话 我是真的对编程一窍不通 我请隔壁负责编写程序的大神来尝试一下 首先是负责移动端开发的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是基于JetBrain的IDEA 经过测试可以正常进行编译 唯一的不足是无法安装AVD 因为目前AVD镜像都是X86架构的 因此你想拿这款平板做安卓软件的开发 或许只能外接真机来做测试了 另外我们还测试了微软家的IDE Visual Studio 用它来开发Windows原生的.NET软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后是代码编辑器VSCode 和上面几款工具相比 VSCode则有原生支持ARM的版本 功能基本该有的都有 但程序员都知道编程是一个特别大而广的领域 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覆盖全的 还请各位谅解 然后是图像处理 PS是有原生ARM版本的 但是学习版是不支持的 不过据说Beta版本已经支持基于ARM的Windows了 有需求的同学可以去找一下 接下来嘛 是我个人最关心的兼容程序 那就是给我给你 那就是游戏娱乐了 由于这台电脑没有独显 所以说肯定是不推荐玩大型游戏的 我们还是以轻度娱乐为主 爱优腾的客户端都是能正常运行的 直播的话通过低方Edge浏览器也是能正常观看的 我们先来简单感受一下外放音质 听个响的水平啊 由于屏幕素质和便携性的加持 说实话看视频看直播的体验还是可以的 至于Steam里那几个游戏嘛 理论上确实能玩 但是实际玩起来就很痛苦了 就比如这个CS GO 正常开满分辨率最低特效只有平均34帧 钻业无段的时候直接卡成PPT了 罗路我们也试了一下 原生2K分辨率中等画质64帧 降画质和分辨率的话是可以玩的 但原生没办法打开 有点可惜啊 但到了我们熟悉的日式文字冒情类游戏这边 这个MateBook一够就可以流畅运行啦 特别是一部分画质要求不高的经典大作 嗯 油管体验还是很棒的 最后是我突然想到的 财快软件 因为我妈是比拔的财务嘛 所以我一直看她用网银U盾以及精税控制 在这些个财快软件上 网银我选择了建设银行 发现安全控制能安装 但是U盾无法识别 所以转账建议优先考虑用手机验证吧来进行安全验证 我们比拔用的精税控制目前来看是无法安装上的 希望后续版本能支持吧 目前财务 会计 人士这些行业 如果需要用到专业类软件 那建议还是先咨询一下当地的销售 看了上述这么多的应用程序 各位对MateBook一够的兼容性有什么看法呢? 我使用了几天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 大多数人喜欢用的日常软件 特别是大公司出品的 官网很明确的 下载渠道很正规的日常类软件 它都能正常运行 二 对于工作来说 文员是能用的 财务会计需要注意专业软件是否兼容 至于那些个软硬件工程 实验室 重工业 化工业等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 其实有些软件是兼容的 大家讲道理 专业人士一般都服务于大企业 而大企业都会为专业人士配备专用的电脑 所以说这类产品也不会影响到你们的购买决策 三 对于游戏娱乐来说 Mateboard和Ego的游戏兼容性是排在游戏流畅度后面的 而影音基本上都能满足 所以说覆盖面其实还是挺广的 总而言之 如今Wingia Arm的兼容性问题已经解决得很不错了 至少高于我的预期嘛 在高通芯片的性能范围内 日常使用加上影音娱乐是没问题的 至于工作这方面 我更建议Office三件套为主的人群选购 这类微软第一方办公软件 在Wingia Arm上都能支持原生运行 体验很流畅 在我们试用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大致知道了它到底能运行什么软件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 我为什么要放弃成熟的X86架构 去买一台Arm架构的Windows电脑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搞明白Arm架构的骁龙芯片 它相比X86架构的Intel和AMD处理器有哪些更好的地方? 这个问题相信大家也很好奇 毕竟Windows系统搭配Intel和AMD处理器兼容性是最强的嘛 基本啥工作都能做 那要我换成高通骁龙移动平台 你总得给我几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理由吧 首先值得一试的就是续航了 从几年前的Surface Pro X视频里 我们就已经发现 Arm架构的Surface续航要比X86架构的更好 我们这次也试了一下用中高负载续航测试的脚本来进行续航测试 哎呀 说起这个测试 能够在MateBook Ego上运行属实不易 极客湾是用Python编写的这套脚本 而Python直到3.10版本都是不支持原生Windows ARM的 使用兼容模式转移运行起来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bug 导致测试失败 好在3.11版本的Python已经原生支持WOA了 但3.11的正式版最快也得在下个月才能看见 最后我们找到了3.11的Beta测试版 终于完成了续航测试 结果是5小时37分钟 这个成绩肯定不能说优秀啊 但是在45.8Wh的电池容量下还是比那些X86轻毛本要强的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近期测试的列表啊 可以看到这个成绩已经排在前面了 同类型的联想小新Duit 两者无论形态和电池容量都很像 续航时间是4小时37分钟 那考虑到性能差距也很明显 所以说这个成绩大家正常参考一下就行 除了续航外 第二个潜在的小卖点可能是ARM平台的开发和编译 做过开发的都知道 如果要针对ARM架构的设备编译程序 通常可能会用到Linux系统的ARM开发版 但是微软在Windows系统中提供了WSL 也就是Linux子系统 使得我们在PC上也可以进行Linux开发了 而Windows ARM设备的好处就在于 可以基于原生ARM运行WSL 对于一些有ARM开发需求的同学算是一个小优势吧 之前或许你得用树莓派来完成的一些工作 现在用MateBook Ego说不定也能做到了 至于第三个特点嘛 虽然我这台华为MateBook Ego性能版没有 但是更便宜的标准版就有了 没错就是4G LTE上网功能 至于原因嘛 由于MateBook Ego标准版搭载的是骁龙8CX-Z2的移动平台 性能版搭载的是更强悍的8CX-Z3 其中Z2是兼用4G网络的 而Z3比较高级 所以MateBook Ego标准版可以使用LTE上网 性能版就暂时不行了 各位应该能理解的啊 既然有4G网络功能 那就可以随时随地联网使用了 直接联网的体验相信用过的都懂啊 这可比开手机无线热点舒服多了 不仅避免了手机发热 网速也会更快 可能会有人反驳 我接一根Type-C数据线再开热点 网速也很快啊 对对对 确实没错 外接肯定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嘛 但这就好比我先接一个移动硬盘来扩充容量 我再接一个充电宝来延长续航 外接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但总有一种打补丁的感觉嘛 需要注意的是华为MateBook Ego的标准版目前参考售价在5000元以内 同价位的其他Windows笔记本电脑都不支持4G LTE功能 所以在移动联网这方面这台电脑是一个比较实惠的选择 除了上面那些我们比较在意的地方 其他传统类目我们也照例测试了一下 比如屏幕 MateBook Ego性能版搭载了一块P3广色域屏 实测色域和色准都符合我的预期 作为一款日常使用的Windows平板来说绰绰有余了 这个平均DeltaE我们实测下来略高于华为的官方标称值 可能是因为工程样机的缘故 性能这块我们也没落下 毕竟它搭载了一个我们从没接触过的芯片 骁龙8CX-3 全称骁龙8CX第三代计算平台 而我们更熟悉的骁龙8CX-1属于移动平台 所以说它们是属于不同类型的SOC 主打移动平台的8CX-1 主要针对手机这里散热能力非常有限的设备 会更看重超低功耗下的能耗比 每一瓦都要精打细算 而定位计算平台的8CX-3相对而言就没那么极限了 整机功耗可以放得更宽一些 超低功耗下的表现也没有那么重要 用我们熟知的X86平台来类比的话 可以说8C-1是酷睿 而8CX-3就是智强了 当然这只是类比 实际性能不会像酷睿和智强那样差距明显 了解完定位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这颗SOC的架构 不同于前几代直接用手机SOC模改的8CX 第三代是原生设计 它没有采用最新的ARM V9架构 而是用的V8 4个Cortex-X1加4个Cortex-A78 没有小核 8MB的三级缓存 采用三星5nm LPE工艺打造 性能我们尝试跑了一下 先看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Centimax R23 这个跑分没有ARM原生版本 所以说我们通过转移来测试 可以看到转移后性能损耗还是比较大的 单核只有498分 考虑到我们之前的兼容性适用里大多数软件都是转移后运行 所以说这个成绩还是有一定参考性的 至于原生性能 我们采用了Geekbench进行跑分 并且与隔壁手机数据库进行了对比 单核成绩1112多核5760 单核还不错 但多核真的很强啊 除了MacBook都干爆了 在ARM里属于很猛的水平 在我看来原生性能强也是意料之中的 毕竟塞进了平板体积的电脑里 散热面积比手机大 属于降维打击了 至于散热这块 二合一电脑还是有咸甜优势的 因为键盘相当于外接 所以说无论平板温度有多高 实际使用的时候都不会有热感 另外噪音就不用多说了吧 无风扇肯定是最安静嘛 好了 看完了全部的测试数据 相信大家对于这款产品也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总结了三条缺点供各位参考 说真的 就算已经测完了这台电脑 我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我是真没想到 时隔两年之后 还存在着有勇气推出Win加ARM的笔记本电脑厂商 感谢华为让我们体验到了这款产品 客观的说 Win加ARM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如果没有厂商推出新品 没有厂商提供销售数据 那高通和微软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在哪里了 我相信华为这款MateBook Ego 不仅拓宽了他们自己的支持面 也给高通和微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对于微软Office轻度办公人群来说 这也是一款可以直接上手操作的产品 华为能够洞察到这方面人群也属实不易 我衷心希望笔记本行业能够继续百花齐放 也衷心希望Win加ARM能够再往前进步一点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各位觉得Win加ARM的笔记本电脑前景如何呢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 那请给我们点个赞支持一下我们 你们的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看更多有关笔记本电脑的测试 可以关注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支持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